嗨,大家好,我是奶茶 这一次呢,是有关于樱花祭的更新 如果之前没有买到狐狸蛋的人呢 也可以趁这一次活动购买哦 那我们首先呢,会先看到这个黎狐NPC 那他呢,跟着爸爸就是到处旅行 这一次呢,就是来到岛屿上 如果要制作各种东西呢 就要找他的爸爸来制作这一次樱花祭的商品哦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次的樱花签到版 第五天呢,可以拿到狐狸蛋 第七天的话,有棒球帽 那第一天,一样有这个新币宝箱 你们开到的是多少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接下来看到的是,黎狐素描本的任务 第一个呢,就是尝试孵化狐狸蛋 那我们可以在广场这里,樱花树的底下 有狐狸蛋可以购买 那这里呢,我就先购买一个 购买好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孵化它 那我这里呢,是使用宠物营养剂 先让它孵化出来 我孵到了红色狐狸 这里取完名字之后呢,就完成任务啦 第二个任务是在狐狸工坊制作这个樱花风格的道具 那我们就是找狐狸商人制作这个樱花风格道具就可以咯 这一次的工坊呢,也是新增很多东西 很多呢,都是用新币就可以制作了 那我先随便挑三样制作 这样子呢,就可以完成任务咯 那我们第三个任务呢,就是捡起樱花的花朵 地上呢,有这个樱花的花朵,捡起来就可以啦 那跟大家说一下,波勒这一区后面呢 有非常多的樱花 那我们任务呢,就是要捡满50朵 捡到了这个樱花呢,开出来的樱花花朵 它会有10个,20个,等等的 那这个呢,是可以在工坊制作你要的东西 第四个任务呢,就是使用樱花诱饵 一样先来到狐狸工坊 然后这里呢,就有樱花诱饵可以制作 它的时间呢,没有很长 我建议大家可以做多一点哦 因为呢,还有任务是用得到的 那我们做好樱花诱饵呢 就可以来到海岸边 直接使用这个樱花诱饵,然后钓鱼 那如果啊,你只想要单纯解任务 不想要等这个钓鱼太久的话 你可以等鱼影出现的时候就刷掉 当我们鱼影出现的时候啊 这个诱饵呢,就会扣掉一个哦 那你第十个鱼影出现的时候呢 就解完这个任务啦 第五个任务就是尝试捕捉樱花鱼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鱼图件 这一次的樱花鱼呢,有新增三种 在上一部的片尾呢 有提到这个樱花剂的新鱼 就是跟图片上面的这三种是一模一样的哦 滑道图件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新鱼 会出现在哪一些地方 那像这个乌龟呢,就是在海岸边 还有一个呢,只会出现在这个樱花钓鱼场 前面的两种鱼只会出现在樱花剂 那像这个樱花钓鱼场的呢 就是一到十二月一整年都有 这个钓鱼场呢,出现在风格收奖里面 要用抽的才会有哦 那你也可以来到人家的派对家里 像这个新它就有樱花钓鱼场 可以提供给你钓鱼哦 第六个是提交照片参加赏音摄影比赛 在我们的旁边就有赏音摄影比赛的界面咯 那我们呢,只要找一个樱花树 看你是要广场哪一颗都可以 接着拿出我们的照相机 然后呢,对准樱花树拍照 记得要把名字先取消掉哦 那我们拍完照片呢 底下这里就有提交比赛照片 送出之后呢,就完成这个任务啦 如果你觉得拍得不好 一样是可以重拍的 第七个,品尝含有樱花的食物 在广场这里呢,有我爱钱NPC 他就有贩卖这个樱花的食物哦 一天如果你要买完全部的樱花食物 最多最多就是八个 那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呢 就是要品尝十个 那你呢,也可以来到工坊这里制作 像是樱花雕鱼烧贩卖台 也有樱花自动贩卖机 或者是樱花团子串贩卖台 这三种呢,都可以制作樱花的食物哦 那就看个人呢,是要哪一种 我们呢,总共是要吃十个 有关于樱花的食物就可以咯 那我们吃完十个樱花的食物 就可以解完啦 最后一个就是帮助黎狐的请求 那我们呢,就是在广场 先去找黎狐这个NPC 一开始来找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先给你看这个动画 那他单纯呢,就是告诉你说 每一个狐狸呢,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他想要长大 服用狐狸药水之后 他就会变大咯 首先先跟这个狐狸商人对话 这里他就会跟你介绍狐狸药水的部分 那对话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结完这个任务啦 那我们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要去露营场找干豆腐 打听这个神秘精灵狐狸哦 那来到露营场呢 一样从瀑布的后面进去 找到干豆腐之后 他就会叫你去旁边拿书 那这里呢,其实都有指示带着你走 那我们拿完书之后呢 那就回来找这个干豆腐 那我们对话完毕之后啊 他会要你到这个指定的地点 千万不要马上飞广场哦 那我们到指定地点之后呢 一样又要看动画啦 那他这个动画呢 主要就是给你看这个狐狸啦 看完动画,我们一样要到达指定的地点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走到指定的地点之后 他又会再给你看一次动画啦 哪里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神秘精灵狐狸 这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飞回去广场哦 回来找灵狐对话 我们就可以解完这个任务啦 再来第三个任务呢 就是我们要去钓鱼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钓三只鱼 才可以解完这个任务哦 接下来这个任务呢 就是要给他樱花诱饵 那刚刚有提到 在工坊可以制作 制作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拿库存 然后从背包里面拿给他 就完成任务啦 最后这个任务呢 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他要跟你玩躲猫猫 那我们呢 就是要在广场这里找他 最后呢 是发现他在钓具店的隔壁 这个蓝色的箱子里面 这样呢就解完任务啦 那我们这次如果要制作这个大型狐狸的话 要四只一样的狐狸 再加上狐狸药水 这样呢才可以制作哦 那如果是这个大精灵狐狸 就要有四种不一样的大型狐狸才能制作 任务的部分有八个 那我们只要完成七个呢 就可以拿到最终奖励 这里呢就先开前面两个箱子给你们参考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大型的宠物浴缸 还有大型宠物床 那我们的大型犬呢都可以进去哦 这一次的任务奖励呢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做任务哦 最后的箱子呢 就是狐狸商人的整套衣服 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解完 拿到最终奖励 最后呢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樱花摄影比赛我已经解完了 那我后面呢是有重新拍过的 拿到4.8颗星 这个的任务奖励呢 有这个气球可以领 其他呢就是宝石的部分 影片的最后呢 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樱花气球 那我们今天的更新介绍呢 就到这里咯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